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阿联酋的消息 该国正计划招标建设第二座核电站 这将使该国的反应堆数量翻倍 这个计划旨在通过和平使用核能 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我们要谈谈澳大利亚如何通过 将东北印度洋纳入其政府政策文件中的 直接区域来加强在印度洋的参与 澳大利亚期望通过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来支持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最后我们关注到一则关于TikTok航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新闻 该公司应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售或尽力最后通牒 而受到中国社交媒体的赞扬 这显示了科技公司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 各国不断寻求增强自身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途径 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1的核能计划 到斯里兰卡学生对海外教育的渴望 再到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布局 这些动态展示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 The Global Mail近日报道 以外一阵计划建设第二座核电站 这将是国内的反应堆数量翻倍 作为首个运营核电站的阿拉伯国家 以外一在2021年达成了这里程碑 该国计划今年内寻求建造四个新反应堆的投标 目标是到2032年让新核电站投入运营 这次投标将向所有潜在的投标者开放 包括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 一位一强调其核计划完全是和平的仅用于能源目的 在另一篇的Global Mail的报道中 多伦多大学英语系教授 兰迪·波尤·戈德分享了他对斯里兰卡高等教育状况的观察 波尤·戈德最近访问了斯里兰卡 除了进行新小说的研究和重温父亲的记忆外 他还发表了一场关于在全球背景下阅读美国文学的讲座 在他的旅程中 波尔·戈德发现斯里兰卡的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寻求海外学习的机会 而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则试图通过招收国际学生来填补国内招生的下降 这一趋势通过街头巷尾的海外学习广告牌和教育机构的增多得到了证明 Diploma第一篇文章则聚焦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部署 随着印度的崛起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增加 澳大利亚将东北印度洋纳入其政府政策文件中的直接区域范畴 澳大利亚的利益在于一个稳定且繁荣的印度洋地区 这意味着一个能够自由贸易 各国能够追求发展与繁荣而不受干扰的地区 澳大利亚希望与印度建立强有力的关系 并支持其作为印度洋地区安全提供者的核心角色 同时澳大利亚也关注于支持增强稳定性的条件 但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在民主承诺方面正逐渐弱化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全球化时代下 国家间的互动与挑战 无论是EU21的核能计划 斯里兰卡学生对海外教育的追求 还是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布局 都体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发展 合作与共赢的共同愿景 随着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 继续寻找自身的位置和道路 这种跨国界的互动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国面对的外交政策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到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能源合作 再到菲律宾在美中竞争中的立场 这些事件都激视了当前全球政治格局的动态变化 菲律宾杂志近期报导了一本由 Jean Spannell和Bradley Fayer合著 并由Steve Fanna撰写前言的新书 这本名为《拥抱共产主义中国》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的著作 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作者认为 美国通过贪婪和错误的相信 中国已经放弃共产主义 助长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书中对美国情报界和政治领导人 未能理解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威胁 表示批评 并建议美国应该加强军事建设 对中共进行经济和政治战 甚至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核武器 另一方面 Depto Man也报道了伊朗尊促 巴基斯坦加快完成伊朗巴基斯坦气管道项目 其所谓的和平管道 Jade自2009年签署以来 一直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的后果而延迟的项目 一旦完成将允许伊朗扩大其天然气出口 同时也能缓解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 这一发展被印度密切关注 因为它可能为印度与伊朗 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设立先例 《南华早报》揭示了菲律宾 在美国与中国冲突中的角色所面临的挑战 前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的支持者们 组成了一个联盟 反对该国与美国在对抗中国方面 日益增长的联盟 警告这可能成为一场代理战争 将菲律宾变成亚洲的乌克兰 该联盟由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智库创始人 兼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董事会主席 二门与陆柔领导 他们反对菲律宾捍卫其在南中国海高度争议的海域权力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幅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 其中包含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地区合作项目的推进困难 以及小国在大国博弈中寻求自身立场的挑战 每个案例都凸显了不同国家 在追求其国家利益时 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量 也反映了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和灵活 在最近的商业动态中 从能源巨头的盈利下滑 到科技创新的挑战 再到远大的城市建设计划遭遇阻碍 这些事件揭示了全球范围内 公司和国家面临的多样化挑战 这些故事不仅关乎财务报表的冷硬数字 更触及到战略调整创新的勇气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纽约时报报道 两大能源巨头Exam Mobile和Shefford 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盈利均有所下降 这一下滑与去年同期相比 主要源于炼油利润的减少和天然气价格的下跌 尽管如此 这两家公司仍然保持住高利润 Exam Mobile公布的第一季度盈利为82亿美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114亿美元 而Shefford的盈利也从66亿美元下降到了55亿美元 在这背后 这两家公司还在硅亚纳的石油副藏地上展开了竞争 Exam Mobile再将该国开发成石油生产国方面领先一步 而Shefford则试图通过拟议收购海松公司来进入该领域 另一边乡 雅虎美国揭露了沙特阿拉伯的科幻巨型城市 Nia计划遭遇的困境 这个设计来吸引外国游客 并帮助国家现代化的105英里长的城市 其进展并不如预期 其中一部分开发计划 等来源计划到2030年将容纳多达900万人 现在却只能达到2.4公里长 这个城市还打算不是车辆或街道 然而依赖铁路系统 尽管项目估计耗资5000亿美元 但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和投资者 沙特阿拉伯甚至在Niam项目 现场接待了数百名银行家和投资者 试图吸引支持 此外与Niam相关的其他项目 还包括一个5000亿美元的豪华山地度假村 一个豪华生态旅游目的地 和一个位于沙漠西湖上的度假村 开发商最近还访问了北京、香港和上海 寻求该项目的投资者尽管尚未宣布任何交易 在科技领域南华早报报导了 中国社交媒体对字节跳动公司 拒绝美国卖出或禁止的最后通牒表示赞赏 字节跳动否认了美国数字出版物 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该报导称 该公司正在考虑出售其在美国的运营 将TikTok品牌的大多数股权出售给非科技公司 但不包括该平台的算法 字节跳动还先前否认了华尔街日报 关于共同创始人张一鸣讨论出售的报道 字节跳动对于TikTok 能够赢得对美国卖出或禁止裁决的法律挑战 充满信心 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商业世界的多彩画卷 展示了企业和国家在追求发展和创新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能源行业的利润压力 到城市建设的愿景调整 再到科技公司与政治压力的博弈 这些故事凸显了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 灵活调整战略和坚持创新的重要性 在当今这种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从国际金融到健康辩论 再到金融科技的最新动向 各种话题都在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领域的最新发展 并了解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首先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S的第一副总裁吉塔 戈皮纳特织的戈皮纳特 Gillardopina四出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分歧正在加深 这将对世界解决气候变化 和技术采纳等挑战产生长期影响 戈皮纳特警告说 贸易和投资的碎变化 可能会削弱全球增长 增加商品价格压力 并阻碍全球在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它强调了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 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包括修复破损的争端解决机制 解决补贴和出于国家安全动机的 贸易限制等问题 戈皮纳特还建议使用的方法和双边关系 可以帮助维持外交 防止破坏性的脱钩 接著根据美联市的报道 菲利普·莫里斯推出的仙口服尼古丁带 引发了一场关于其是否被未成年 青少年使用的大辩论 今是一种针对成年烟草用户的口服袋 还用尼古丁粉和调味料 尽管它被菲利普·莫里斯 作为烟草产品销售 但实际上并不含烟草 并不含烟草 尽管尚无官方数据显示 尼古丁带的长期健康影响 但许多研究人员预计 它们将含有低水平的致癌物 和其他有毒物质 最后据彭博社报道 派破·桑德利·Piper·Sandler聘请了 来自杰弗瑞金融集团 Jeffrey's Financial Group的罗顾 弗雷曼·罗普·菲曼和基根·格林·Heigen Green 担任其技术投资银行团队的董事总经理 这两位将专注于金融科技领域 显示出派破·桑德勒 积极扩展其技术特许经营权的决心 该公司最近还提升了 布莱恩·怀特·Ryan White 为技术投资银行联合负责人 凸显了其在该领域的雄心壮志 从IMS对全球贸易前景的警告 到对新尼古丁在健康辩论的关注 再到金融科技领域的最新人士变动 这些话题不仅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热点 也揭示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这些发展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经济、健康 还是科技创新方面 我们都必须保持警惕 并采取积极的策略 来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正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叫做六度简报 这些listed故意